好那这是东奥这边日本做了一些准备 那么运动员有什么准备呢 为了让运动员能够顺利出国比赛 体育署现在陆陆续续安排选手要赶快打疫苗了 包括了下个月要前往乌兹别克比赛的举重女神郭信淳 还有空手道小清新闻资云也敢在出发葡萄牙之前 要赶快完成疫苗接种 根据于体育署的统计资料 目前一共有41名选手打完疫苗 规划第二波将会在4月初开打 将会以争取东军奥运资格的选手为优先的施打对象 受出筋状手臂接种疫苗 举重女神郭信淳为了下个月前往乌兹别克参加牙锦赛 赶在出发前施打AZ疫苗 身体状况都还可以 只有在刚打完的时候 打针的地方有点酸痛 然后目前状况其实都还不错 另外下个月也要出征葡萄牙 赚取积分的空手到小清新闻资云 也在经过医师详细问诊后完成疫苗接种 可以让我们优先施打疫苗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好完全的准备 比别人就是还要更有防护人的能力 然后去作战 为了让运动员能顺利出国比赛 备战东京奥运 体育署在23号到25号陆续安排 共41名选手施打疫苗 优先接种的项目包括柔道蜻蜓 角力举重空手到极网球 以及帕运游泳共7种类团队 规划第二波将在4月初开打 不过对象还是以要出国 争取冬奥资格的选手为优先 国内疫苗开打运动员登上首波施打名单 就是要让选手备战国际赛事 能无后顾之忧全力发挥 记者综合报道